甲工会鞋薄油业年抽2000万 难怪路不平 台中警方扑获一个 揭露刨业的欺人犯罪集团 不配合就棍棒伺候 他们以主工会名义 找刨除业者订收费标准 向立清业者收每平方公尺路面25元 其中5元当管理费 大概有7、8家 那每一年大概他就可以获利 大概新台币2000万 犯案至今不乏所得超过4000万 而受害业者工作地点 多集中中山高 张中苗道路 检井在深入调查 是否影响路面品质 此外主前还经营赌场 他们筹码的部分是使用 我们一般市面上的环际甲钞 用橡皮筋捆成一捆 来当作筹码的赌制 董新闻为何能验收 下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